别检查了 没事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你跑出去玩 老爸 我们今天玩可开心了 白医生 还有你 没有征得监护人同意 你私下把 把一个生病的孩子带出去 严重威胁他生命安全 在国外 这属于犯法了吧 对不起 不是 老爸 不怪萧阿姨的事 是我自己求萧阿姨带我出的 白区光 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你别想着去游乐场玩了 老爸 走 白医生 小光 你先进去等一下 我有几句话 想跟你老爸聊一聊 那 你俩别吵架 给我进去 你 回头再跟你算账 鞋带 鞋带 白医生 你知道小光私底下 怎么称呼你吗 专横 控制狂 我们两个无话不谈 这些话 他当着我的面也这么说 看来真的是无话不谈 但我相信 你没把他的病情告诉他吧 跟你有关系嘛 我知道你是为了他好 但是你不应该这样控制他 这样管着他 他应该有自己成长的空间 他是一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症患者 我知道 他是重型地中海贫血症患者 但他已经八岁了 他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病情 他也有权利像其他小朋友一样 过快乐的童年生活 如果一点都不高兴 一点都不快乐 活在街有什么意义呢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他怎么就不开心了 怎么就不快乐了 真有意思 老爸 今天下午 萧阿姨都对你说什么了 我看你回来的时候 都带肉骨鸡了 这成语是这么用的吗 你老爸 我是鸡 那你是什么 小鸡啊 不管萧阿姨说什么 说的肯定很有道理 不然你也不会带肉骨鸡 行了 快吃你的饭 别刚学会一个成语 就翻来覆去的用 这老爸 我还得跟你说说 今天下午 你真的错会萧阿姨了 真的是我求了萧阿姨 好久才才通缉带我去的 她是说 当时想找你商量商量 可是你当时不是在接诊吗 我在深山老爷跟你接诊吗 找我商量一下 有多难 陈朱叔叔本来是想找你 去商量商量的 可是萧阿姨说 你接诊的时候 不许晚别别人打扰 所以就没去 还挺了解我 瞅我把你给高兴了 谁高兴了 你赶紧吃饭